军队是历代王朝用以巩固和加强其统治政权的必要手段 天生武才 民并用之 废一不可 谁能取兵 统治者在标榜鼓吹 文德治国平天下的同时 军队的建设 军兵种多样化 更大程度上是在不断地加强的 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 同时为国家机器中的重要组成军队的发展 提供了不断延伸的空间 鞭铺不可持于家 罚不可废于国 征罚不可厌于天下 当封建专制主义对内对外的矛盾日益的尖锐时 当中央集权的深化需要强力的保障时 军队的改革 兵制的变化 就不可避免地摆上了议事日常 对军队问题处理的后果将直接作用于其他国家职能的形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军队就是一面镜子 它总是客观地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态势及其发展的趋向 秦统一天下之后 便出现了全国规模的征兵制 征兵以郡县为单位 郡守有蒸发一郡壮丁作战的权利 当时农民既是主要的生产力 也是兵源的主要来源 秦朝兵役和劳役是极为繁重的 当时全国大约有两千多万人口 而经常被蒸发扶兵役 劳役的就有二三百万人 汉代的军制是在继承秦朝军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而且汉代已经有了很完备的募兵制度和兵役制度 明文规定 23岁就必须担负国家摇曳兵役 但是呢 西汉主要采取的征兵制度是自愿报名 这样招募的士兵 家属受到优待 信力非常强 一旦当事人招募成为了士兵 他的全家就可以长期地免除地方上的各种各样的摇曳和赋税 其活动一般都是在农闲的时候进行 所有被蒸发者必须无条件地到指定的地方集结 装备大多是由国家攻击的 地方常驻军队的数量很少 庚藩入魏长安的士族呢 大多是由这些地方军队中进行选拔 统归 魏魏或是中魏来进行掌握 汉武帝时期 以内朝与外朝 削弱的是王国诸侯 加强对军权的控制 在频繁用兵的过程中 军队结构 兵源征集等等不断的变化 骑兵上升为了一种重要的兵重 募兵制逐渐的施行开了 汉初以来仍然继续履行着秦代征兵的制度 具体划分士族是三类 裁官 车骑 楼船 大体相当于步兵骑兵和车兵水军 所征士兵一般是依照地域来进行划分的 由军卫等官吏进行召集和训练 军队的体制分为地方军和中央军两种 地方军分散在各个郡 国 由郡的都尉或是王国的中尉统领 各郡 国的地方军根据所在地的具体情况 组建不同的兵种 由都尉或中尉组织进行军事训练 每年的秋天 郡太守各封国之王或丞相举行都市 简阅 郑族 各郡国的地方军不得擅自调动 皇帝调发郡国兵的时候 用铜虎符来违宴 无符合的就不得发兵 发生战争了 集中调兵由皇帝临时委派将帅 帅军出征作战 战士必降回朝 兵归各郡和国 汉代军队在汉武帝时期的数量 得到了扩大 军种也比较完备 尤其是改革了保卫京师的军队建制 使得中央所控制的军力大大的加强 汉代沿袭秦代为南北二军 南军是由魏魏率领首卫京师 属下有公车司马令 魏师令 吕奔三成 又诸屯魏侯司马二十二官之属焉 公车司马掌 宫殿中司马门的警卫和接待工作 魏师令掌征调入宫的魏族 吕奔令掌屡历之士 南军的主要职责是守卫皇宫 西汉一带 魏阳宫基本上保持着皇宫的地位 是保护的重点区域 魏阳宫在长安城的南部 守军已因此而得名 那除了魏阳宫之外呢 南军也承担着保卫 其他宫殿安全的任务 当皇帝外出的时候 南军就充当义从 因此严格的来讲 南军主要是指宫殿区的位属军 这与其得名已经有了一定的差距 毕竟啊 长安城中的宫殿区的面积 是越来越大了 汉初以来呢 宫廷禁卫军 除了守卫攻城的南军之外 还有一批皇帝的贴身侍卫 称为狼 狼官宿为公围 给侍禁属 多是由官僚和贵族的子弟充任 汉初 狼官无缘额限制 狼官之掌为狼中令 其蜀官呢 主要是狼中将 蜀掌狼中 中狼将 蜀掌中狼 中狼将 蜀掌外狼 汉武帝在增加狼官数量的同时 又在建元三年的时候 设立了七门军 七门军 掌执兵送从 也就是执兵器迎送和随行皇帝 七门军没有定员 有的时候多达千人 大多呢 都是选自天水 陆西 安定 北地 上郡和西河六郡的梁家子 那什么叫梁家子呢 所谓的梁家子啊 就是非一乌商谷百宫之家的子弟 六郡呢 地处边境 人多 勇猛善战 所以主要从这里来选拔禁卫军 由于这支禁卫军在汉武帝出列和出巡的时候 总是先期待在朱殿门 所以呢 就以七门为名 七门军的长官叫七门蒲业 太初元年 汉武帝又选了六郡梁家子组建了 羽林军 羽林军啊 原来叫建章营齐 由素位建章公而得名 后来就更名叫羽林齐了 取如羽之极如林之多的寓意 羽林军大约有七百人 由羽林令统帅 汉武帝选取战争中战死者的子孙 养于羽林营里边 教他们骑射 被称作羽林孤儿 羽林孤儿 无缘额限制 汉武帝创建的七门军和羽林军 主要是为了加强南军的力量 与此相对的 北军是由中卫所长 卫士铸长乐 北军主要是用来保卫城防 负责把守各个城门 以及城内外的防务 皇帝车架出行 北军先到清道 不列一丈 因为其盈磊在魏阳宫之北 所以称为北军 属下有两城 侯 司马和千人等等 为了防范中卫的权重专断 出现危害中央的反叛 汉武帝在原顶四年的时候 在京师周围的内史所辖的地区 设置了金府都尉 还有左府都尉 右府都尉 这三个都尉 封管京师地区的保卫工作 又设了城门校尉 掌管京城的城门警卫 在太初元年 汉武帝将内史所辖区 分为了京兆尹 左逢义 右府封三个辖区 称为三府 级别相当于郡 京兆尹境内的军事保卫 由驻扎在华阴县的 京府都尉来负责 右府封境内的军事保卫 是由驻扎在县的 右府都尉负责 左逢义境内的军事保卫 由驻扎在高陵县的 左府都尉负责 与此同时 汉武帝将中尉改成了 执经武 虽然执经武仍然是 三府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 但是他的职权被分割了 三都尉和城门校尉之间 也是相互牵制的 八校尉和北军中的 藩上的卫士 既是互相辅助 又是互相牵制 这样既充分地发挥了 北军保卫京士的作用 又防止了可能发生的反叛 中央军队的稳定 有力地控制了地方 北军驻扎的范围 较南军更广 人数也更多 与南军的战事相同 北军士兵也是每年轮流冲调的 年初来年终归称为藩上 那不同之处在于呢 北军的士兵 大多是由三府地区的 现役战士来冲任 三府地区临近金师 乡土宗族还有亲族的观念 使得齐民与金师的联系 非常的紧密 休息相关 守土抗敌之情甚浓 以子弟兵组成的首都卫戍军 来保卫京城 那么其中防卫杜剑之意 也是非常深的 北军兵力强盛 装备非常的精良 有很强的战斗力 在吕后死后 陈平和周伯 就是依靠北军的力量 来制服朱吕的 此外呢 北南这二军互不同属 军权只属于皇帝 虽太尉也不得涉足 北南二军的兵力 超过了任何郡国 皇帝足可以居中欲青 北南二军的内外相辅相至 足以保证皇帝的安全 北南二军呢 不单保卫京师和工程 有时还被皇帝派遣 出征作战 使皇帝用来 御敌四方的两把利剑 汉武帝长期用兵四仪 经常调用北军和南军的 将士远征 为了防止内务重兵 或致生变 就必须建立之 可以由中央随时调遣的 长从军 而不是一年一更换的藩军 为了加强保卫京师的军事力量 远顶六年 汉武帝在中壘校尉的基础上 又创建了由七个校尉 而分领的七支军队 也就是屯骑校尉 掌骑士 还有步兵校尉 掌上临岳门所屯步兵 岳骑校尉 掌由岳人组成的骑兵 长水校尉 掌长水和宣曲胡人组成的骑兵 胡骑校尉 掌池阳胡人组成的骑兵 射生校尉 掌优秀的射手部队 虎奔校尉 掌轻车部队 每个校尉统帅的军队 大约是数百人至千余人 七个校尉都归中壘校尉总理 各个校尉军的来源有很多 有汉人 还有匈奴 粤等等这些少数民族 有的是经过特别选拔的 比如说 社生士等 八校尉军在建制上归北军统侠 但是与北军的藩上位是不同 是以兵为职的长从军 长期囤住在京师的各个门内外 汉武帝加强军事力量的另一个举措 就是扩大兵源 由于长期对外战争 旧的征兵制已经满足不了 频繁战争的需要了 蒸发行徒兵 满足兵 奴隶兵和募兵应运而生 经过汉武帝的改革和实施 汉代的军制在发展中巩固了 这个发展的最主要一点 是使皇权与军权合一 使汉代军制的皇权性质专制化了 汉武帝是全国各军最高的 仅有的统帅 他紧握着宫廷禁卫军 牢牢地控制天下之兵 所以 运筹帷幄之中 决策于千里之外 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手 显微阳陵 以巩固强化他的专制统治 建立文治武功 建立大一统的汉帝国 凭借西汉前期60多年的积蓄 汉武帝即位后的国家财政 本来非常富裕 但是由于汉武帝 对外战争的耗费巨大 兼之大兴工业和救灾 以及朝廷上下的奢命 仅仅过了20年 国家财政就开始频频的出现亏空 国家财政面临着崩溃的危机 在财政困难面前 汉武帝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 袁硕六年六月 汉武帝颁布诏书 准许百姓出钱买爵位和赎回被监禁的人 也可以交钱免除罪行 又特赦赏官 称为武功爵 一共十七级 共值三千余万金 一级称为造士 二级称为咸鱼卫 三级称为粮士 四级称为袁荣士 五级称为官首 六级称为丙夺 七级称为千夫八级称为乐卿 九级称为植荣 十级称为正立庶长 十一级称为军卫 以下各级的爵位名称诗诗 那第一级的定价同钱是十七万钱 往上啊每级会增加两万钱 那到第十七级呢 大概是三十余万钱 只要购买武功爵至第七级千夫的人呢 可以优先出任下级官吏 免除本人的谣逸 有罪可减刑二等 汉武帝卖官职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敛财 但是买决之后啊 能够免疫 那么就是国家失去了 相当数量的谣逸权 卖决的收入没有用来营业 大部分是用在了军费 官禄和皇帝自身的消费上 那些买得起官决的人 大多都是富豪之人 这些人入了官府 造成官员的素质降低 官场风气腐败 实在是必大于利的办法 汉武帝还专门树立了一个 献财典型 那就是补士 他原本是河南郡的人 是孔子的门生 自幼家境非常的贫寒 尚不起学 就以种田和畜牧为生 父母去世之后 家中只有一个幼小的弟弟 等到弟弟成人之后 补士便把田地房屋的财产 都给了弟弟 自己只带走了一百多只羊 上山放牧去了 在他上山放牧的十多年间 他的羊达到了一千多只 他自己买了田地房屋 而弟弟呢 由于只是玩乐 而坐持山空耗尽了家产 于是补士又把自己积攒的家产 分给了弟弟 他的这个举动 受到了邻里的一致称赞 当时汉朝正在和匈奴作战 国库很紧张 于是补士就上书 表示愿意把财产的一半 拿出来支援边境的战士 汉武帝听说之后 立刻派使者询问他 说你这样做 是不是想做官呀 他说我从小就放羊 没学过做官的学问 不习惯过官吏的生活 我不愿意做官 使者就接着问了 说那家中是不是有冤屈 打算上告啊 补士就说 说小人生下来 从来不和人争执什么 对我的家乡人生活困难的 我就借粮给他们 借钱给他们 对行为不端的人呢 我就开导教会他 我住的那里 人们都依赖我 对我都很友好 我能有什么冤屈啊 使者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了 说既然这样 那你拿出一半家产出来 你想做什么呀 不是很老实的回答 说天子讨伐匈奴 我认为 有能力的人 应该到前线拼死作战 有钱财的人 就应该捐献出来 资助军队 这样我们大汉 就能够把匈奴消灭了 当使者把补士的话 汇报给汉武帝之后 皇上便把这些话 说给了丞相公孙宏听 公孙宏说 这可不符合人的本性 对那些图谋不轨的人 不能为了利益而破坏法计 请陛下不要答应 于是皇帝就一直 没有回复补士 又过了一年多 汉军屡次出战 匈奴的魂爷王等投降 朝廷花费很大 仓储 府库 也空了 到了第二年 大量的贫困民众流离千禧 都靠朝廷供给他们吃住 朝廷不能全部攻击了 这时候 补士便拿出了二十万钱 给河南的郡守 分给千禧来的百姓 河南郡守上报了 当地富人资助平民的名册 汉武帝看见了补士的名字 就想起他了 说这就是从前想捐出家财的一半 铸鞭的那个人吗 于是汉武帝就赏赐补士 把四百戍鞭人的十二万几养钱 就归他了 补士把这些钱通通还给了朝廷 这个时候 富豪都争着藏匿钱财 只有补士拿出钱来铸鞭 汉武帝便以补士为长者 特别尊重他 以他做榜样来教化百姓 还征召他败为中郎 赐决左树长 又赐予他良田实情 汉武帝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号召百姓 带动其他的人 向国家捐献钱财 这些方式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总体上仍然是杯水车薪 而且造成了官吏败坏等弊端 汉武帝日思夜想 反复地和大臣商议 想找出一条出路 以摆脱财政上的困难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 终于想出了办法 制定出了一系列 增加财政收入的政策 这些政策 主要是通过加强封建国家的 专制主义的经济力量 以富有的大商人为对象 将他们过去所得的利益 转归汉朝政府 一场整理财政 增加国家收入的斗争 在汉武帝和大商人之间展开了 盐和铁 是古代社会维持 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原料 盐是生活必需品 每天不消耗一定分量的盐 人就没有气力进行生产 铁在中国封建时代 除了用来制作兵器之外 主要用作制造农具 对农业生产的发展 有着重大作用 汉代是铁制农具 大发展 大推广 大普及的时代 铁的生产和买卖 对国际名声 有着极大的意义 掌握了盐和铁 就在很大程度上 控制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和财政经济的收入 因此 谁掌握了盐铁的生产和流通 谁就可以获得大的利益 致大富 云寿三年 大农令正当时向汉武帝推荐的盐商 东郭咸阳和孔锦二人 东郭咸阳是齐国人 他是个资产累千斤的大盐商 孔锦是梁国人 他是大野铁商人 汉武帝采纳正当时的建议 下令实施盐铁官营政策 将原来属于绍府管辖的 盐铁划归大农令 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 并且任命大盐商 东郭咸阳和铁商 孔锦为大农城 专门负责这个事情 桑红阳由于善于计算经济问题 参与盐铁官营规划 负责计算和盐力之事 桑红阳出身于洛阳的一个商人家庭 据说在百日抓州的时候 就抓的是官印而非金银 但是商业给了他十分深远的影响 童年时代的桑红阳 整天游戏于喧闹的市场和店铺 周围人谈的都是生意经 那时商人计算数字用筹码 七八岁的桑红阳呢 已经把六寸长的筹码 白弄得非常熟练了 十三岁的时候 他已经有了超人的计算水平 且不用筹码 只用心计就行了 桑红阳的父兄非常开朗 有远见 他们一改商人不让子弟做官 只让经商的传统习惯 桑红阳十三岁的时候 便以心酸的特长 被照选到了宫廷认识中 汉武帝有了这三个人 一个理财家 两个精通业务的专家 就委托他们全权办理 盐和铁专卖 专卖政策规定 主盐和野铁以及他们贩卖的全部收入 要收归官府 不许私人经营 盐民不准自制主盐锅 主盐锅由国家发给 私自主盐的 不仅被没收生产用的器物 还要被处以斩去左脚趾的刑罚 盐民产盐自负盈亏 国家按官价收购 收购到的盐呢 基本上就就地出售 或是由官家和商人运销各地 严价由国家规定 如果要变动 那必须要经过皇帝的批准 铁的专卖 包括矿山开决 还有钢铁野铁和铁器著作 这三个环节 凡是矿山所在的郡县 都设置铁关 通关这三个环节 没有矿山的地方 就设置小铁关 只管铁器的著作和销售 野铁和铁器制作 由足徒和工匠来担任 铁关对铁的质量 规格 产量 产值 定出一定的标准 铁关使用大批官图 从事艰苦繁重的野铁 还有铸铁的劳动 全国设置盐关的 有27个郡 36县 另外一个东平国 设置铁关的 有39个郡和48个县 盐关和铁关 都归大农馆 直属中央政府 盐铁专卖政策 完备详尽 汉武帝对孔锦和东郭咸阳 制定的专卖计划 还有细则是非常的满意 为了拉拢盐铁商人 并且防止他们捣乱破坏 汉武帝下令 任用盐铁商人中的大户 充当各地盐铁官府的属力 这样既能够用其所长 又能够用法律来约束他们 如果他们知法犯法 那就是自讨苦吃 这一策略呢 有效地保证了盐铁专卖政策的执行 孔锦推行盐铁专卖政策 并在铸造农具方面做出了成绩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汉武帝很是高兴啊 于是在元鼎二年 拜他为大农 列于九卿之位 桑红阳也因为管理财政有功 被拜为了大农城 管理全国的会计事务 盐铁专卖有效地解决了 当时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 为汉武帝外事四夷 内事星座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证 这对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 是有贡献的 但不免带有封建官营事业 共有的弊病 比如说 不少铁器的质量很低劣 规格不合要求 价格却很昂贵 还有强迫人民购买 以及强征人民作义的弊病 对于汉武帝来说 这是他整理财政的成功措施之一 他善于用人 善于采纳合理的建议 并加以执行 这就保证了他的成功 统一筑钱成为汉武帝 整理财政 统一质币的重要标志 货币是商品流通的中介物 货币混乱会严重地影响 商品经济的发展 和国家的稳定统一 自由筑钱不仅使国家的经济 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并且助长了封国 豪强割据势力的发展 汉武帝即位之后 关于钱币不一 通货膨胀等令人头疼的问题 奏承上来的时候 他马上就意识到了严重性 为此 茶饭不思非常忧愁 于是汉武帝决定采取 避制改革 元寿三年末 汉武帝在魏央宫钱殿召集了 有关大臣商讨此事 改革的目的非常明确 耕钱造币已沾用 而催浮银并兼之徒 一是靠发行新币来解决当前的财政困难 二是从富豪的手中要钱 事实上 这两者是一回事 此时深受汉武帝重用 而参与决策的是御史大夫张汤 张汤就拿出了一个方案 他奏诣 第一种是白金币 由银和锡铸成 白金币用银锡合金铸成 分为三品 上品重八两 圆形龙纹 面值是三千万钱 中品重六两 方形马纹 面值值五百万钱 下品重四两 椭圆形龟纹 面值三百万钱 第二种是铜币 取消半两钱 改筑为三珠钱 那第三种是皮币 用育苑中的白鹿皮来制成 每个皮币长宽一尺 圆上绣五彩花纹 面值四十万钱 圆寿四年初 皮币白金币和三珠钱 正式同时发行 白金币和三珠钱在市场上流通 这使得朝廷大发横财 但是盗注不久就出现了 尽管在发行三弊的时候 汉武帝曾经下过 禁止私人仿造的命令 但是皮币和白金币的面值 超过实际价值不知多少倍 巨额的利润就诱使了一些人 铤而走险 白金币的原材料 是银和锡 少府有大量的银和锡 民间也很多呀 于是呢 盗注白金币的难以计数 其中不乏达官贵人 甚至是王侯 汉武帝下令杀了一批人 也没有能够制止 皮币的原材料是白鹿皮 白鹿皮只有皇上的禁院中才有 民间无法到作 但是 大农令言义又对皮币的等值问题提出了意义 他说 今王侯朝贺以仓币 值数千 而其皮币仅四十万 本末不相称 他这个话虽然迂腐至极 但是汉武帝造皮币的目的就是抢取王侯们的金钱 以解决眼下的财政危机 哪里管什么本末相称与否 当云寿四年令出下时 有人就告诉盐义 发行皮币有许多的不妥之处 义不应 微反纯 造皮币是张汤提议的 而张汤又与盐义速来有戏 于是张汤就奏请弹劾盐义身为九亲 建令不变不明言而复匪 论死 此后时有复匪之法 这个事件恐怕事出有因 王侯们身受皮币之害 有苦难言 盐义的态度和言论 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 反正他被杀之后呢 再也没有人敢对皮币提出异议了 而三珠钱太轻 周边是平的 没有阔 盗住者经常从三珠钱的背面 磨下铜屑 再用来住钱 所以三珠钱只发行了一年的时间 到了元寿五年就无法再维持了 元鼎二年 在一些大臣的建议下 汉武帝又颁下诏令 铸造赤则钱 赤则钱又叫赤侧钱 他的轮廓是用赤铜注的 一枚赤则钱相当于五珠钱五枚 凡是交纳算父口父 必须得用赤则钱 汉武帝希望 靠铸造难度大的赤则钱 来杜绝伪钱 同时这无疑又是脸钱的方法之一 那么赤则钱发行之后 逐渐就取代了白金币 人们非常喜欢储存赤则钱 为了维护白金币的信誉 官府曾经采用一些强硬的措施 可是收效甚微 第二年汉武帝不得不宣布废止白金币 不仅如此 如果赤则钱大量发行必然贬值 那么按照规定 一枚赤则钱相当于五枚五珠钱 但发行不久就兑换不了五枚了 有时只能兑换四枚 有时仅仅兑换三枚 而且各个地区各时期的兑换笔值 也不完全一样 赤则钱的发行造成了 必质的更大混乱 这样就迫使汉武帝 不得不采取新的行动 以遏制混乱 否则 制币改革不但不能够解决财政危机 还将使眼下的危机进一步加深 于是汉武帝总结百余年货币改制的经验教训 终于认识到 如果要真正的禁止盗筑货币 保证货币的质量 确保货币的正常流通 就必须完全有中央垄断货币的铸造和发行 原顶四年 汉武帝就采用大农城三红羊的建议 就下令了 第一 取消郡国铸币的权利 由中央政府指定上林院水恒都尉所辖的中官 技巧 变同三官分别来掌管 古柱 刻饭和原料 统一铸造货币 第二 新铸造的货币 重五珠 文曰五珠 重如其文 因为五珠钱是由上林三官所铸 故而称为上林钱或者是三官钱 三官钱是全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 非三官钱不得流通 第三 郡国所有的旧币一律作废销毁 将铸钱的铜输入三官 那么此次币制的改革 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铸币权 完全集中到了中央 那这样做的结果 一是政府把全国各地的铜材收归中央 堵塞了盗住的材料来源 那么第二 三官钱的民意重量与实际重量完全一致了 盗住的没有利益可图 三是钱币制作的技术高 质量好 私人没有能力盗住 从此以后 盗住的风气大为减少 朝廷基本上能够控制货币的铸造和发行 最终这一次币制改革获得了成功 取得了对富商大股豪强等 私住钱币斗争的胜利 货币的统一 货币的稳定 加强了国家的经济力量 加强了中央集权 汉武帝所住的武朱钱 一直流通到了隋王朝 七百年不费 那么根据史书的记载 从汉武帝统一币制起 到西汉末年 西汉政府一共是铸造了 两百八十亿枚武朱钱 武朱钱制大体上 是用于稳定和巩固货币市场的 这种方孔圆阔的武朱钱 在七百年时间内 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主要流通货币 也为帝王提出了许多 看得见摸得着的经验和教训 汉武帝所进行的统一货币 盐铁专卖等经济改革措施 都已经出现成效 有的措施正在深化完善 财政形势大有好转 汉武帝也颇感欣慰 元丰元年 已经升为玉使大夫的补士 听到了种种反馈 官府卖出的盐 不是咸的 是苦的 官府统售的铁工具 脆弱不劳 一下地就断裂 而价钱却很贵 老百姓不欢迎这种产品 官吏却强迫老百姓 非买不可 还有征收商人的传税太多了 以致经商的人减少了 日用货物也少了 这物价上涨了 这些问题关系到了国际名声 于是 补士就找到大司农孔景商量 孔景也感到这是个问题 经过反复的磋商 他们决定向汉武帝反映 盐铁砖卖中的这些问题 汉武帝听了之后 非常的不高兴 一怒之下就把补士变为了太子太傅 并且撤了孔景的职位 继而任命了桑红阳为智利都尉 同管大农官的事 事实上 桑红阳也早就看到了 盐铁专卖当中存在的问题 他还知道 主管盐铁的官吏 为了卖出质量差 价格高的盐铁 往往是互相争事 影响了盐铁的价格稳定 但是呢 桑红阳没有采取提意见的方式 而是经过深入调查 反复思考 认为对郡国送金贡物的运输 和京师市场的供销 应该进行改革了 汉出 各郡国都向中央政府 贡献输送当地的土特产品 假若产于其他郡中的 还得派人到远邦去采购 然后呢 雇物人转运到京师 这样做其实给商人提供了 很好的从中于利的机会 他们就趁机抬高物价 大发其财 贡献的物品 几经周折 长途运输 肯定会损耗和破坏 有时贡献的价值 还抵不上运输的费用呢 劳民伤财 既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又是政府蒙受损失 那鉴于这种情况 桑红阳认为 应该由中央政府 统一进行控制和管理 收权于中央 收财于中央 他奏请汉武帝 行军书凭准之法 那么具体做法是这样的 第一 在各郡国设置军书官 主持运输各郡国的 供纳物品 在长安设凭准官 掌握运到京师的 货物和物价 各地的军书机关 和京师的凭准机关 互通信息互相配合 第二 各郡国向中央供纳的物品 全部是按照当地市价 购买成当地出产的物品 缴纳国家之后 由军书官负责将它运输到 缺乏这类物品的地区出售 然后就地购买当地出产的物品 输送到其他缺乏这类物品的地区出售 那这样辗转运输销售 国家利用地区存在的差价 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最后呢 根据凭准官提供的信息 在最适宜的地区 购买京师所需要的物品 运回京师 第三 在京师的凭准官 将各地运到长安的物品 在京师市场上卖掉 利润上缴国家 并且要遵从贵则卖之 减则买之的标准 平易市场物价 这样既确保了对京师人民的供应 又打击了投机倒把的商人 桑红牙的方案果然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许 军书凭准地实行 使物价相对地稳定下来 政府呢 不仅支出大大减少了 还可以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 那么这项政策又能再次抑制大商人 完全符合汉武帝重农易伤的方针政策 统一货币 盐铁砖营 军书凭准等 是桑红阳改革经济 理财心力最得力的措施 他能在不太多的增加农民赋税负担的情况下 满足国家耗凡的财政需求 确实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所以他一直受到汉武帝的信任和器重 为了打击 鸡获逐利的商骨 他颁布了算命告明令 元寿四年 山东发生了水灾 七十多万鸡民无以为生到处流亡 阶级矛盾大有一触激发的态势 一些富商大股 拥有大量的资产 过着奢侈无度的豪华生活 他们不但不做国家之急 还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 严重地破坏了地主经济的基础 这就是汉朝地主政权 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局面 汉武帝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 巩固封建统治 他就开始重用兴力支撑 并决定首先向商人开刀 这就是元寿四年 汉武帝根据御事大夫张汤和市中桑红阳的建议 颁布了打击富商大股的算命令和告命令 据史记评准书的记载 这两项法令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凡属工商业主 高利贷者 囤积商等 不论有无事急 都要据实向政府 承报自己的财产数字 并规定凡二名抽取一算 即120万 而一般小手工业者 则每四名抽取一算 这叫做算命 第二 除了官吏三老和北边的骑士之外 凡有摇车的一成抽取一算 贩运商的摇车一成抽取二算 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第三 隐瞒不报或承报不实的人 罚戍边一年并没收他们的财产 有敢于告发的人 政府赏给他们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叫做告免 第四 禁止有事急的商人及其家属 占有土地和奴婢 敢于违抗法令的 即没收他的全部财产 有以上规定 咱们可以看出 算命主要是针对商股的 元鼎三年 汉武帝下令 百姓告明 可以得到被告发者的一半资财 重赏之下必有勇赋 于是杨可立了头功 一个商人 只要被人告发并经查时 立刻被拘入狱 商股中家以上几乎都被告发 汉武帝就派遣御史和庭卫正 兼等分批前往郡国去清理处置 告明所没收的资产 得民财物以一计 奴婢以千万数 田地大县达数百清 小县也有百余清 商股中家以上都因此破产 汉武帝将没收的敏钱 分配给了各个部门 水恒、少府、太业、大农等机构 设置农官 分别经营没收的郡县土地 没收的奴婢 则主要是用于 饲养狗、马、禽兽 和在官府担任杂役 告明延续近十年 使得西汉政府的财政状况 有了明显的好转 这才停止了告明 告明以及盐铁官营等政策 为汉武帝的内外工业 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 起到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 集权制度的作用 但是商人势力 在经受严重打击之后 并没有销声匿迹 西汉后期 商人与官僚、地主逐渐合流 加剧了土地兼并的发展 直接导致了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 给你